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菩提树下 一度鸣心 大彻大悟 进行成佛了 那就是 那一个妄念 放下了 那一年就了 念念就了 我们经历的一念 念念你 慧能大死 在无足人活上方丈式里头 无足给他讲金刚经大义 讲到应无所住 二生期间他放下了 那一年就了 这就成佛了 能大死 二十四岁放下了个境界 跟释迦牟尼佛 在菩提树的境界是完全相等的 平等的 这就是成佛 这就是超越十八节了 那世尊是以佛的身份出现 能大死是由比丘身份出现 这就是 法华经 法华经 普门坪里面讲的三十二印 应以什么神得度就信什么神 世尊当年在印度 实现的时候佛神得度 用佛神 慧能大是这种 实现的时候比丘神 应以比丘神得度就先比丘神 三十二印 什么身份都能信 没有一定的形象 应以什么神得度就先什么神 冷言精神讲的 随众身心因所知量 众身感有信 佛菩萨印没有信 这个一定要懂得到的道理 世尊在经上比喻说 我们敲骨 我们去敲有信 我就敲他 他放出声音回应上 他没有信 他不会说 你敲得重一点 我想大一点 你敲轻一点 我想小一点 他没有霉气这个念头 印没有印 霉心为什么会印 自信 发而如实 众身有感 佛菩萨就有印 感觉人那么多 印来得及吗 我们常常打这个妄想 怕佛太忙了 来不及印了 印过了 殊不知道他没有信 所以他能够变印 有信就不行了 有信会类似 那就辛苦了 没有信 八十五十一线索 统统没有了 只讲到感应到脚啊 这些小的 变法界 虚空界 都是自己 奈无本性 显现的 觉悟的人 信得显现的 迷惑的人 阿赖也显现的 本性是真心 阿赖也是妄心 妄心 离不开真心 就像影子一样 影子不是真心 离不开真身 离真身 它没有影子 古人这个比喻 比得很好 那我们今天 迷在哪里 我们把影子 当作真 以为那是自信 真对身体 忘掉了 完全不知道 错就错在这里 是她的 离不开真心